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你家门口的台阶有多少集 讲绿卡和移民签证面试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纪念知名的在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女士 她写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 然后很有名 除此以外她还写过一些其他的和美国华人有关的这样的书籍 其中有一本就叫Chinese American,美国华人 我在几年前曾经通读过这本书 那里面提到大家知道过去到美国不能坐飞机 没有飞机这种客机要坐船 坐船员好几个星期 然后有的人已经到美国登陆的时候 那么可能还会被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你住在中国 你说你来探望你的丈夫 你住在中国哪一个村里 然后你这个房子是怎么样的 这个房子门口有多少级台阶 用来验证说来这个办理美国身份的这样的远道而来的中国人 他提供的信息是否是实际的 他和他嘴里讲到的这个亲属到底是不是实际上是一家人 那这个呢当然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那作曲呢这个坦率的说呢 毋庸慧言在这个美国的华人里面呢 他也有一些有造假的有提供的信息不真实的 这个呢在华人圈里呢有的是公开的秘密的当时 有的呢讲到所谓叫纸儿子叫paper sun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年人 在中国有个年轻人想要移民美国 那怎么办呢 他假装说是我的孩子 那怎么说明呢 我若干年前曾经去中国探亲 那那里呢 比如说和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 后来过后呢 那个人就生了孩子 然后呢 所以呢 他就是我的孩子 相应的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美国的绿卡 这个身份 那过去又没有DNA检测 是吧 所以呢 就有一些人相应的钻空子 那么美国政府呢 当然一方面呢 也有他们的这样的偏见 另一方面呢 也是出于严格执法的问题 那有的时候呢 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像前面提到的 你说你住在中国啊 和这个人当初住在一起 那你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门口有多少级台阶 这样呢 远道而来的中国移民啊 那本来可能神经也比较紧张 有的时候都有不通英语 那么被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问题本身呢 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他来回呢 问到各种啊 这个细节的问题 这有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从心理学 从其他的方面呢 也有可能就是说 帮助来从交流啊 这个神态啊 语气啊等等方面 也可以更好地起到一个 screening的效果 就是说呢 至少从美国方面来看 说哪一个人呢 可以放到美国 拿到身份 有的人需要遣返 那大家知道呢 过去的这个移民签证系统 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过去呢 入境美国 一般来说呢 就可以直接拿到绿卡了 在一百多年前 那个时候呢 据估计吧 比如说大家知道呢 在自由女神附近 有一个叫爱丽丝岛 估计呢 这个现在的美国人里面 可能有四分之一 或者更多 他们的祖先呢 都是经过爱丽丝岛入境美国的 那这个爱丽丝岛呢 是在大西洋沿岸 在太平洋沿岸呢 那从中国来 也有这么一个对应的 叫天使岛 岛上呢 比较容易这个检疫防疫 然后呢 或者有控制 所以呢 都设在岛上 那么从中国来的人呢 就相应的 有这么一个screening的process 有一个类似面试的过程 那么看 这个问各种问题 它是否对答的合适 如果合适的话呢 就可以入境美国 拿到这个永居的身份 如果不合适呢 就要被遣返的坐船 要好几个星期 非常困难 非常麻烦 这个呢 是过去的历史 那这个历史要螺旋上升嘛 对吧 那现在呢 也有一定程度上呢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说 那你在拿到绿卡以前 好多时候 也有一个面试的过程 尤其是对亲属移民 但是对职业移民呢 在美国办四八五的 也有一个相当的比例 可能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人 因为各种原因 背景情况 或者正好被选中 然后呢 也有一个interview的过程 或者呢 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那就和办各种 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一样 在批准以前呢 也有一个面谈的过程 那大家都知道 你看这个新闻啊 这方面 那么中美关系 国际局势的这些变化呢 也让现在这个面谈呢 比原来要更严格一些啊 更细致一些 所以呢 那这个情况在不断变化 你需要与时俱进 不能克舟求进啊 我们看到的情况 最近呢 有很多人联系我们 就是说呢 有好多人 因为没有准备好 在面谈时出现问题 面谈以后呢 被要求补充材料 或者呢 被check了很长时间 甚至呢 造成绿卡和移民签证申请被拒 那么有可能有哪些问题呢 举例来说 有的人过去有身份的空单问题 有这个挂靠的问题 然后呢 有的人有过去这个工作不清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他说是在A公司工作 实际上是在B公司 或者呢 他的这个申请批准以后呢 是要他出境签证的 并没有新的I94 不是说能在美国境内直接转身份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 或者呢 有的人原来为了签证成功 在签证的时候呢 提供的一些信息 是有问题的 是错误的 或者当时可能就是中介公司给他填的 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或者不知道 但是后来呢 他要为此负责 或者有的人呢 曾经是党员团员等等 说到最后这一点呢 根据我们的观察 现在呢 大家也知道 因为当前的不同的形式 那么一些大的IT公司 这个在加州的 在湾区的 在西雅图的等等 他们呢 为了自己撇清啊 减少责任 他们在让他们的员工办理绿卡的时候呢 要求披露各方面的信息 包括有这个 你是否曾经是团员 甚至少先队员这样的情况啊 那当然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说明 但是呢 你要有相应的配套的解释啊 如果只有一个说明 而没有合理的解释 那么申请也有可能会遇到问题 是吧 听起来好像很夸张 很可笑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不止一位申请人 因为这个原因 S85遇到了NOID 这个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ny 要想办法来解决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呢 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 那么在面试的时候呢 移民官现在呢 有的时候不仅仅限于 让申请人提供 过去prepared的这个statement 他们移民局呢 有单独的格式 上面问到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截职 什么原因 参加了什么活动 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样的 在什么地点 你有没有参加会议 有没有相应的 因为这个身份原因 得到任何好处等等 这个呢 我们已经多次看到 移民局要么是在RFE里头问到 或者在移民签证 要补充材料的通知里头提到 或者在面试的时候 当场要申请人填写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情况就是 现在呢 在面试 不管是S85 还是移民签证面谈的时候呢 移民局比原来这个标准 要更严格一些 包括广领馆的签证官 问到的问题更多 需要查的东西更多 那这个换位思考是吧 从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 他们呢 就是priority 首先要考虑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 以及其他的就是这个 要合规 符合要求 对吧 那么有的人来自中国嘛 他有这个思维定视 觉得说这些事情很正常啊 大家都是这样的呀 有什么口问的呀 那这个 你不能自说自话是吧 你这个世界并不见得 都是围绕这个申请人 个人来运行的 对吧 那你需要这个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需要相应的准备 有的人你也不能说他不认真 但是呢 可能用力方向不对 然后造成了一些问题 费了很大力量 反而对自己不利 具体的呢 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的YouTube视频 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 叫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以及呢 我们律所在美国攻略网站上的文章专栏 我们讲到了很多面谈的亲身经历 然后呢 给申请人的建议 这个其他申请人的经验 然后一些重点要点 以及一些过去的情况 有什么注意事项 有什么有可能的解释等等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提供咨询 或者呢 帮助申请人准备材料 然后解决问题 如果你已经收到了 来自移民局的IFE NOID 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回复 或者说呢 提供相应的咨询讨论 同样的呢 如果你办理移民签证 收到了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甚至移民签证被拒 那么我们也可以相应的分析 提出建议解答问题 等等 总之呢 这个世界有的这个大的形式 是吧 不是个人能够控制 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对吧 我记得呢 我在这个我们的文章啊 视频里头讲到 从一年多两年多以前 就讲到呢 世界会进一步走向动荡 对吧 那这个大家现在承认 对吧 这肯定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 对吧 那将来会怎样呢 还不好说啊 那个人呢 那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情况 对吧 那有的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有的东西呢 你不一定能够影响到的 Big Picture 但是至少呢 可以控制到自己啊 那相应的呢 比如说好几年前 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前 能够work的Strategy Document Method 那么现在就不一定继续适用了 从这一方面 那你不能想 当然 那需要提起足够的重视 所以总体来说呢 那我们看到呢 美国仍然是这样最大的移民国家 我们律所呢 也为很多申请人 尽力的取得了 绿卡和移民签证的批准 包括职业移民也有亲属移民 这个 而且我们看到呢 总体来说啊 这个拜登政府呢 应该比川普政府说起来呢 应该还是在移民方面 政策要宽松的多了啊 所以能仍然是 存在有很多机会 那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